因為現在有些學校在推行就是一個禮拜吃一餐的素食 當然也是減能減碳 也希望能夠互生 那如果現在有些學校要用這個做理念 學生進來就是不殺生 互生 然後吃全素 這能不能列為實驗學校的課程裡面的一個重點教育 可以嗎 如果他們在這個實驗教育的方案裡面提出來 經過地方教育審議通過的話 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為什麼這種事情還要地方教育單位通過 就是說如果地方教育單位有人講說 那個吃素缺乏蛋白質 這個對孩子成長不好 就把它否決掉 這個一個從生理概念 跟一個心理概念的衝突的時候 哪一個該被尊重 我們如果是在實驗教育的觀點裡面 還是要符合實驗教育的核心精神 我相信這樣子的理念應該會被接受 而且會被尊重 是 部長這就是我接著要跟你談的最核心的價值 今天之前有一兩位委員已經開始在提這事情 因為這次我們在修這個 非學校型的實驗教育的時候 有些團體提出了一些想法出來 他們是來自於對於整個大社會的一個憂心 從政結殺人案件到台大的資優生 學生你有選擇的自由 但是也沒有任何能夠強制你 去接受什麼樣的信仰或不接受什麼樣的信仰 這是一個基本過去我們的一個價值 所以有一些宗教團體 不管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團體 他們想來辦自己的教育 我剛剛跟你講的吃素 那只是其中的一環 他認為在他的整個生命教育裡面 我認為吃素 就是讓孩子全人教育中間的一環 但他這個概念如果來到了地方教育審議單位的時候 他會從一個生理機關 生理的概念來否決他的時候 就表示他的成績是不對的 所以為什麼今天談這個肥學校型的實驗教育的時候 我今天要跟你談就是這次我們審 會在歷史上面會記錄一個深刻的一筆 就是我們台灣的教育 對於宗教跟教育的關係 我們開始要做明確的釐清 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他讓孩子的課程選擇裡面 我就是單一的信仰 比如我就是佛教 或是某一個教派 學生的選擇 家長的選擇 他要進來之前就明確被告知 這個學校就是什麼信仰的時候 你認為這樣子 您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提醒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說 在所有的學校 他還是要完成他的核心教育的工作 他所有的相關的其他的活動 我們都可以尊重 他所有的課程 標準課程都按照 我們的課程課綱 只有在所謂的過去 我們在倫理教育這一塊 他變成了一個宗教教育 而且明顯的就告訴你 我是什麼宗教 部長我要講這句話的原因是 如果你不這樣做 難道你要看到的是 有些是非學校型也非實驗型的學校 已經在台灣存在了 在我們許智杰委員的家鄉那一代 他學生只上三種課 上大自然課 上數學課 上英文課 他唯一違反的是強迫入學條例 你連他違反這個非學校型實驗教育 你都還拿他無可奈何 因為他根本不理你 即使你給他罰款他也不理你 因為他認為 把他交給人的世界的教育 還不如交給我神的教育 他認為這三科就足夠讓這個學生 以後變成一個好的人 已經開始有陸續很多學生進去 聽說這幾年 將近學生人數超過一千 他們是不理會你 他也不要管你是不是實驗非實驗 他一直在走他的宗教教育 今天有一批 真正他願意接受政府的正規教育之外 他只是要求 過去我們對於宗教的中立態度 他現在要求 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空間 讓我用我的方式告訴我的孩子 即使從吃飯開始 都告訴他你怎麼樣去跟大自然 跟其他的生命共生 我蠻支持的 因為過去我碰到這一塊 不管是慈濟 中台在辦學校 中小學 只是他掛了一個名稱 是某某慈濟 某某普台 中小學 但是所有的課程 都跟我們一般學校是一樣的 但是今天部長你的回答 讓我非常滿意 滿意的原因是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信仰自由 不過委員可不可以讓我多講一句話 我覺得所有這樣子的辦學 它也必須要非常的公開跟透明 它需要被社會去做客觀的檢驗 這樣才是一個妥適的辦學的方式 我完全贊成 他所有的課程 都要在教育主管底下監督底下 但是在生命教育 人格教育 在宗教教育這一塊 我希望部長你給他更多的空間 我謝謝部長 台灣的教育史上會記下 部長您今天的回答